通過網路慈濟加拿大分會與花蓮鏡資金社同步禮拜鑰匙金 沒有時差共同迎接慈濟52年的到來 由於正值下班時間許多人都是才剛下班或是放學 就直接來參加 但不見忙碌一天下來的疲倦 個個是充滿歡喜 剛從花蓮回來的副執行長苗萬輝 也藉此機會傳達了上人對加拿大弟子們的期許 都能夠再去找更多的菩薩一起來 我們才有這個力量 能夠讓我們的職業能夠永續的在加拿大那個神根能夠發展 有目標有方向 彼此相互祝福也相互扶持 要共同為明日做最好的準備 大愛新聞 真善美志工吳群芳 尤德昆 翁淑儒 加拿大報導